那我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一套设计 会有一个类似评估的标准吗 假设我们某一个功能好了 可能会跟其他有些冲突 比如说我们如果做这个肥料 可是可能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气味 或者是会造成一些其他人的一些困扰 那这样子我们要去怎么做评估 扑门永续设计它有一些设计方法 比如说它会做一个叫扇形分析 扇形分析 比如说我们一个基地为主 以这间录音室来说好了 我们先去观察说 太阳是从哪个地方升起 我们这间录音室窗户是面对哪个方向 西晒 西晒 对 然后再来我们会去分析风的来向 然后比如说水在哪个地方 然后它有什么比较负面的能量进来 比如说你刚刚说西晒 还有外面有车水马龙的噪音 那我们扇形分析就是会把 这个影响因素从哪个方向进来 把它视觉化 把它画出来 我们会做一个分析 然后最后呢 再来决定这个空间适合做什么 都会有什么啊 有点滑 有点滑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